南投县去年度发生12件的酒驾案件 造成12人死亡 今年1月到6月期间 也有6件酒驾造成7人死亡的遗憾 因令酒驾死亡案件居高不下 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 特别印制防酒驾宣传品 到县内多家餐厅宣导 希望店家提醒顾客 若有饮酒就必须指定驾驶 或代轿计程车 最近半年来酒驾死亡的交通案件持续发生 南投县警局交通队除了强制执法领检之外 也特别到餐厅向业者做防酒驾宣导 除了制作广告立牌强调酒后误开车 请餐厅业者代叫计程车 另外也将县内的计程车行电话 印在菜肴打包袋上面 方便客人离开餐厅之前 可以先打电话叫计程车 今天提供的袋子里面也有各南投县各大的计程车行 然后我们也会再多加利用这个资讯 然后可以来这边酒后的客人 提供给他这些管道 然后多加的宣导 对我们平常餐厅就有在做宣导 比如说像客人来的话 有喝酒的话我们就说这样 看你要指定驾驶 还是说要大家要进行车 这方面我们都有在跟客人做宣导 对对对 其实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宣导 我们南投县在100.05年的时候 因为超过希望的报纹有12间12的人 今年到现在正月到6月已经有6人 6间7的人 所以酒水极高部下 我们就一个特色的想法 做做一个活动看板 和那个打包带 打包带里面就是说 酒后搭小房安心免盘房 再来就是说酒前party 酒后taxe 再来就是第三部分 就是我们南投官所有的客人车 的电位来指定餐厅 来做打包带和活动看板的先导 叫我们人家喝酒不要开车 开车不要喝酒 会顺利自己到面前 喝酒开车如果被警察零检取缔 不止罚款相当重 还有可能被吊销驾照 警方呼吁民众 喝酒之后一定要指定驾驶 或者是带轿计程车 酒者的部分 大家要注意一下 酒者如果开超过0.15的话 就要罚到15000元到6万块 基车如果粗完就是15000元 自小客车是19000200元 大货车大客车 不分成3万2500元 这法框很高 大家要注意 季节久策就是 罚9万吊销价至三年重口 如果超过0.25的时候 公共危险罪 行划185条机车 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机遇科和病科20万的法框 应用很高的法框 所以呼吁大家不要喝酒开车 开车不要喝酒 一定要指定驾驶和代车计程车 保护你自己安全 9800 酒后停止 陷阱局交通队表示 目前先针对南投市 草屯以及普里镇 这几个城市行乡镇做宣导 如果实施的效果不错 会在南投县餐厅做全面性的宣导 希望大家不要酒后开车 保护自己也确保其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多多多多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